如果我們現在在找一款輕巧、顏色好、功能齊全、性價比十分之高的螢幕的話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螢幕 或者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為什麼拍片一定要加一個螢幕呢? 你看一下 我現在手上這個BMPCC的螢幕 其實已經是又大、Touch螢幕又快、顏色又準、要有的功能又齊了 為什麼我還需要再安裝螢幕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BMPCC是沒有一個Flip螢幕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 你要拍一些Low Angle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一個螢幕 它可以隨意調校角度 讓你看到你要的畫面 而通常有的Flip螢幕會很小 就像我現在拍的這部HSM2 或者是GH5 等等 它的螢幕都是小到混蛋的 所以一個好用和穩定的螢幕就很重要了 Hotkeys其實對於一些我們這一行的朋友來說 一點都不陌生的了 我在好幾年前 我還沒拍YouTube之前 我已經是在使用Podkeys的螢幕了 所以我相信Podkeys在專業領域上 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牌子來的 配件來說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貼心的了 因為BMPCC的出現 所以大的HDMI頭去大的HDMI頭 它這裡也有附送給各位做一個配備的 所以都是很貼心的 而Hoot和Hoot的架也有附送 而且用料也是做得不錯的 挺不錯的 安裝的時候都是比較簡單一點 直覺一點 所以我覺得Podkeys真的有在用家的角度去思考 去設計 所以這裡也挺划算的 我們看看它的外觀 外觀來說Podkeys可以說是十分英俊 非常窄的邊 完全沒有多餘的空間 比起其他的螢幕 你可以看到 它在設計上真是帥到不得了 而在按鍵方面都是非常直覺 開關都是十分直覺的 你拿上去 基本上很快就會上手知道怎樣用 螢幕本身是會有4K的HDMI input 和4KHDMI的output 大家都知道 4K是十分普遍 而且我們做事的時候 是需要output一個螢幕 去給導演看 或者給客人看 所以它有HDMI output也很方便 去做圖傳 或者另外做outdoor螢幕 去給其他人看 另外做直播的人也可以利用這個output的功能 直接把out去HDMI grab 我對我之前都用 變相就多了個螢幕 可以做一個lip out的功能 可以看到實時你的相機 在拍攝你什麼的畫面 而螢幕本身也有一個headphone jack 方便有些機器沒有一個headphone jack的減聽位 譬如是A6300、A6400、A6500那些 沒有headphone jack 就變成可以用螢幕來看著你收音的聲音 電源的供給亦非常大眾化 好像我現在手上這個 我用了L電 同時也可以用Canon電去給電 所以多了不同的選擇給大家 我們外觀就差不多了 就看看它的內在 亮度方面它只有500NIT 真是十分可惜 如果可以做到1500的話 這個螢幕已經是完美的了 但是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 Hood給你做太陽模 也算是解決了少少問題 但是我真的希望 如果它可以有1500或2000NIT 就真的非常好 P6它本身是可以存取到20個 最多20個的3D LUT 譬如是用了HS或者其他的相機 它本身沒有用HDMI output的LUT 這部本身是可以掛在20個LUT 所以就方便你去做不同的使用了 當然那些什麼Focus Picking 什麼Force Color Luma Histogram 那些全部應該有的 它都有了 控制按鈕方面 已經在機頂上了 除此之外 也有Function Key Function 1 to Function 4 可以自定義的快捷鍵 方便你自己的使用 Menu上面的控制 都尚算簡單 但是我自己個人 就比較喜歡雞蛋淚挑骨頭 如果它可以向Small HD學習 將UI設計得更加人性化 更加帥仔的話 我覺得會好很多 我覺得大部分國產級的螢幕 它是需要在Menu的UI 如果這方面做得更加好的話 它是可以比美一些其他國家的品牌 這些螢幕 隨著時間的發展 其實它已經是越出越便宜的了 很多朋友都會推薦使用Small HD 當然Small HD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螢幕 第一它價錢比較高 第二就是 其實我有些朋友跟我說 它的維修率都頗高 我自己沒有用Small HD 因為它的價錢比較高一點 我覺得螢幕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畫面上的輔助 實際上你看看顏色那些都不會用這些螢幕 所以如果想便宜地買到一款輕便為主 你找你的眼鏡要用 而且它的顏色表現都真的相當不錯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款便宜的螢幕來用的話 看Focus 看畫面等等 PotKiss的P6 真的很值得你去考慮一下 價錢就是人民幣999元 我記得 你也知道有時候會有些便宜 即是特價那些東西 大家就上網看看有沒有找到便宜的P6 那當然有需要的話 都是可以去找Rare Camera去試用 還有去購買的 因為它們是提供這一方面的服務的 好啦 那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去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你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你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會分享很多我的生活 還有我有時拍攝的花水上面 那好啦 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